對兩千空八年開始基盤的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大賽 今年混作視覺團達 還有產品設計頂頂 學生透過的產品電視各級的生活 這次提到二度大眾的是第一篇 為競品 作者用有新的富林人 為法基流來探討 實體規定 有新人在台北時讓環境來飲減 為法基流者會遇到什麼問題 臺灣技術大學的學生 用自己本身的故事 來探討香港的社會文化 這次地平 為競品 在台灣又最學生創意大賽的年度大眾 我是從媽媽身上就是想到這個故事 其實她就是故事裡面的主角 大概就是講一個孕婦 她來到一個就是不屬於她的地方 她想要在這個地方生下小孩 但是因為是違法的 所以她才會遭到警察的追捕 創作的主題結合電客國 因素發展目標 讓學生用創作發揮創意 某學生是一種給阿嬤用皮尾罐 管式去發生 這對產品設計進行 因為現有的話是就是需要雙手 然後就是一個然後又倒的模式 我是運用一個支架 然後讓它可以架著在桌子旁邊 然後讓它可以透過轉鈕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讓液體流出 另外沒有學生設計的關心社會包 來提供關心經濟 環保的習慣 已經扮了十幾年 的台灣國際學生創意大賽 總共也探討的學生作品 來自過來的66個地區 它是個團團 產品設計上作分類參賽 近年來國外學生參展也越來越多 讓它也能有發展極透開的部隊 記者WQ塊 台北蔡翁報導 給它打 Zent 格陶翁 說 錘子